《超7》 啊,《超7》是否真的有七種不同的礦物呢? 為何我看來看來看不到,是否我漏了眼呢? 如果大家對水晶有興趣,想知道更多相關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 我們又談談如何去識別《超7》 現在我手上有兩條 我左邊這個顏色是比較深一點,漂亮一點的 這個顏色是淡一點的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燈,如果你們去買的時候 許可的話就有些燈去照一下它 如果它裏面的顏色是多一點,尤其是發針、礦片 裏面的物質是多的話,能量是會強一點的 不過我自己去感覺,其他的礦石 例如阿塞斯特萊水晶或者水龍珠 它不會比超7差的,當然每個人的感應不同的 另外呢,如果你玩原石,它原石會比較漂亮的 因為它原石大顆,而超7是比較小的 例如你10mm、12mm,但你都不及這顆原石 所以你一定記住,你去選它的時候 一定要照裏面那些發針、礦片要多的 這樣才是比較漂亮的,我自己覺得超7的顏色是漂亮的 但是在這個市場,你去選擇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帶著電筒去照一下,去感受一下 這樣才可以證實到這個超7是否適合你 大家要留意,超7如果選擇的時候它有規定的 有時差一點色,分分鐘是多於0 如果你問我Peter Sir我喜歡什麼呢,大家要留意 水龍珠、天鐵、水龍珠和綠幽靈是我最愛的 最近疫情關係,我Peter Sir想為大家打打氣 只要是新的朋友,有些水晶的心得和我分享 上來和我聊一下,我將會送出這個聖木和一包艾葉的 數量有限,在樓下就是連結看看,跟我們聯絡 數量有限,就要快些了